啊,这边是一个学校,这边 现在是六点钟左右吧,哦,这柳树 就叶子真长啊,这叶子 是这种垂柳啊 这边接近于同情恋那条街 开子手,开子手街 这个KN是什么车,KN 是电车吧,不知道什么牌子 好多新牌子的车 比如咱中国的电车 电动汽车一旦要到美国来卖 那品牌就太多了 肯定啊,只不过现在进不来 3 SF Locations 3,旧金山地儿,Katering 吃一花花啊 这是一个幼儿园的车 白色的,就开子手 有个叫开子手外里 这条路叫开子手路啊 开子手路是好多同情恋 老外他这个脸都很窄啊 有的老外 你看这边 社区就看着 感觉安全对吧 没有什么流浪汗 也没有什么垃圾 大家都衣着很得体 我在这可能是属于衣着最 最什么的一个了 我可能穿的比较 比较随意啊 不太会穿搭 这个花 我看 这个花树啊 花瓣掉落一地 橡皮树啊 这个 这个大橡皮树 这儿老大 他都已经挂到电线了 也不修剪啊 他说他这枝条 应该修剪一下 恰恰见 他这都危险啊 好在旧金山不打雷 这个地方 要打雷的话就很危险 出点汗不错 我看了一个 医学研究结果 说压力会让人的 头发变白 是因为压力会损伤 体内的黑色素啊 变成白头发 所以 有的人一夜白头是对的 有的人确实是 这个狗闹肚子了 他你看闹肚子的狗 还只能把尾巴甩开 我走的这条街 我走的这条街 是哪条街呢 那条街 那是不是 往这边走一走 谁把电池就这么扔掉了 这个隐形树真漂亮 隐形树真漂亮 伊丽莎白节 我看看导航啊 我的方向感现在已经消失了 看看导航 导航应该怎么走啊 顺着伊丽莎白节走 然后再向右转 对不 这条街叫 我站那个地方叫 伊丽莎白节和 诺语节的交接处 伊丽莎白和诺语 这又是个柳树啊 前边 又是个柳树 但是它跟国内的柳树 好像不是一样的品种吧 是长这么多碎碎 叶子是一样的 国内柳树也结籽吗 不知道 我记得老家那边柳树 没有这么多籽啊 好像结着碎碎 但是叶子是一样的 这是橡皮树 这个社区不错 橡皮树 这个老爱得不一米七几啊 老爱 一般北欧人 就是这个样子吧 它那个头发阳光一照 就是那种金黄色 对吧 就是黑色素比较缺乏 这个是那种红色色的树啊 好在红色上面 咦 这是一个 这是什么不通 死路不通 看看导航 看看导航 他让我直接走 竟然 直接走向右转 向右转 这个什么导航这是 这条街我没来过 还直接走 让我 单行线 还直接走吗 这么窄 这地方 这条街我从来没来过 竟然会这么窄 你说住的这 多别扭 哎呀 这是旧金山 没办法 这么急促的地方 这边的物价 水果蔬菜 的确比夏威夷 便宜得多 但是 这边的房子太贵了 夏威夷 虽然房子也不便宜 但是 它分好多岛 大岛就 房子便宜 大岛叫夏威夷岛 其他几个岛 什么 什么这个岛 那个岛叫什么呀 后努陆路 弹象山 对吧 是夏威夷的首府所在地 早年 孙春山在那活动吧 有很多华人 我去的是大岛 就是最大的那个岛 那一串岛的最南边 那块土地不贵啊 它是根据 距离火山口的距离 来定价的 离火山口越近越便宜 就是很容易火山淹没的 这个土地啊 就便宜 离火山越远的越贵 越贵就这样 差价很大 联合租赁 这个车 橡皮树 这体格很魁梧 我今天看着一个变性人 圆丑是个女人 但是股份很窄 然后一边走一边打电话 迎面走过来 但是听声音是个男人啊 是个男人变的女人啊 老美这边 好多变性人 它也涉及 巨大的利益 因为有些药 比如说 人变性之后 比如说男的变女的 他需要服用 不少瓷激素 那些卖瓷激素的 这些制药厂 就发财了 当然 做变性手术的手术费 也不便宜 对吧 医保在报销什么的 也是挺大的一块蛋糕 女变男 男变女 变来变去 比如说变成异性了 又后悔了 再变回来 这不都是钱吗 对吧 或者像 老美这边的枪支啥的 其实也有说到 一个枪的好几百美元 还有上千的 还都是钱的 有人从中赚很多钱 其实好多东西都是 包括车辆也是 对吧 一些日本的车 造假 一些问题掩盖 之后鞠躬 动不动就鞠躬 对吧 老子 小日本 这个妹子白妹 这都是白人 这边你看人都相对年轻 对吧 身材也都还可以 没有那种特别巨大的身材 就是印度妹子 年轻人比较多 这块 我走的方向 对不对 我走的方向 我查一下导航 方向对吧 方向对吧 应该是对 我的方向应该是正确的 My direction I guess it is correct Nissan 这个Nissan车跟夏威夷那位朋友开的车差不多 其实颜色不一样 No Valley No 山谷 Pediatrics 儿科 这是个儿科诊所 这个粉红色的这个楼 是个儿科诊所 这块怎么有这么多大客呢 难道是一些公司的通勤车 看着两三辆这样大客了 有编号 这个皮卡是市政府 什么City的车 官方的车 Dollar 4街 它这个路牌都带反光的 荧光的白色的底板 黑色的字啊 这是24街跟Dollar 4街 Dollar 4街 后边是48路公交车 哦 这漂亮 这块花 花很漂亮 下坡我就拿我的右跨骨轴 挡着车座 天然的减速方法 这个仿华鞋 就拍上用场了 防止跌倒是个大问题 这两天我开始思考 人的养老问题 尤其是男人的养老问题 其实我这两天看 北京电视台的选择节目 是给中老年相亲 就看着很唏嘘 很感慨啊 就是觉得 怎么着一些中老年女性 他们想着通过第二次婚姻 什么 获得一些补偿 是有的号称 当然是有些人啊 有的说 你看我年轻的时候 敬畏别人付出了 现在我可以找一个 宠着我的 爱我的 然后圆灰什么少女梦 我觉得很搞笑 因为他把最年轻 最美好的时光 献给别的男人了 给别的男人生娃 陪伴别的男人 到他人老猪黄了 开始找什么对他好的人了 我觉得这个很搞笑啊 就是婚姻情感 它是一种双方相互的 并不是说你一定要得到什么算计 就是算计对方 不是那样的 有一个男的他就讲 北京男的挺胖的一个男的 他讲 跟一个女的结婚了 结婚之后 这个女的说工作卡给我 他就把工作卡给他的二婚老婆 之后第二天 他老婆就退给他 说 不免给公司卡 你给我一百万吧 这男的说 凭啥给你一百万呢 这女的说 我拿的一百万 我心里才踏实 言外之意 你这个工资一个月 三千块钱 看不起眼这种的 男的说不给 没有 这女的说不给就离婚 离就离 就离了 结婚一个月就离婚了 所以我觉得 男人 中年单身男人 他们找一项的时候 要么就找很年轻的 在生娃 开支散叶对吧 开启新的人生 要么就不找 这是我的感觉 要不 我觉得这种两种选择 一种找年轻的 老婆 比如小十几岁 二十多岁的 生娃 就是按照这种 传统的家庭 对吧 传统接代 对吧 这是稳定的 当然 你找一个年轻老婆 跟你生娃儿了 以后就算离婚了 你至少还有后代 对吧 但是如果你找一个 年龄差不多的 人家算尽你的财产 对吧 我觉得那太恐怖了 我觉得那还不如 自己一个人担着呢 就研究一下 自己怎么样 受众征寝就好了 对吧 有招老伴那个经历 还不如自己研究 怎么样自己一个人 走向生命尽头 还来得比较实在啊 这是我真实的想法啊 我觉得确实是这个 看着这些 女士的那种心机 我觉得呀 不含人力呀 挺恐怖的 就是各路神仙 就好像 其实不是神仙啊 就好像西游记 路上遇到的各路 妖魔鬼怪了 然后这太恐怖了 有一个女的是 一米六五 一个老太太了 也是五十来岁了 就是长得跟面瓜似的 就好像有个面瓜 上面看两道 缝上两个眼睛 长得哎呦 就是很恐怖啊 看着都 能贴在门上 都能辟邪那种的 要找一个什么 必须一米七五的 说她以前的老公 一米七四 反正主持人问 哎 你以前的老公 年轻的时候的老公 一米七四 现在你这么大年龄了 怎么还要一米七五的呀 然后她说 那我年轻的时候 没有实现这个愿望 当时父母比得紧啊 我要嫁人啊 现在我年龄大了 自己做主了 我得找个一米七五的 帅的有钱的 怎么着 哎呀 觉得好恶心啊 所以有的时候 确实男性一般 他们想的问题 不像女性那么周全 对吧 或者换句话说 不像女的 想的那么有心机 所以说我觉得 确实男人要 加小心 对吧 确实 我觉得女性 某种程度上 挺可怕的 就是 这个跟性别歧视 没关系啊 只是我的观点啊 我觉得 要非常当心 对吧 在你非常年轻的时候 两个人都年轻 都十八九二出头 对吧 彼此都不太定性 你们两个人 可以互相磨合 对吧 然后 从年轻打到中年 再打到老年 有的就过一辈子 有的半道就分了 对吧 都有孩子了 其实有好多家庭 离婚之后 其实过得也还行 对吧 你比如说有孩子 对吧 至少 两个人离婚了 对吧 有孩子 那么不用担心 传统接待问题了 对吧 在年轻的时候 在生育成本最低的时候 自然怀孕 自然分娩 对吧 用最低的代价生出玩了 就完事了 之后就可以离婚了 然后开启新的人生 对吧 或者自己过 或者找在适合 或者找适合的 都可以了 这个妹子还露个 肚鞋露一个 所以确实要 加小情 我觉得这个太恐怖了 非常恐怖啊 就是人性 这种丑陋 确实是 可怕啊 当然国内 我以前在国内的时候呢 其实我的认知 没有那么深刻 一是那时候年轻 二呢 当时所处的 所谓的 圈层 可能也接触不到 特别特别特别差的人啊 到国外呢 这些华人 我接触了好多 就觉得就挺恐怖啊 当然人性就是很丑陋的 最丑陋的就是人性 就是比较好的人 真的很少啊 纯正的人 就是 简简单单说真话的人 非常难找啊 非常稀缺 稀缺资源啊 好的东西 你的美貌 你的才华啊 都有很多人盯着 他确实是自在诅咒的 所以真的要特别加小情 所有的美人 所有的帅哥 所有的有钱人 都要加小情 所以 男人 你有钱了 你想着 哎呀 我要努力地打拼 我努力地挣钱 之后再娶老婆 有的时候 这种想法是错的 就是年轻的时候 就赚钱搞得像 结婚生完 对吧 因为年轻的时候 你在校园的时候 彼此 十七八十八九 甚至高中也好 大学也好 那时候还没有那么多功利心啊 尤其是女性 那时候功利心并不强 但是女性 一旦经过婚姻的洗礼 一旦经过这种 婚姻的暴击 或者社会的这种摧残 可能就变得很可怕了 就把一些社会的一种邪恶 附体了 有的时候 但男的也是这样 就是人变得非常现实 再加上他们的 社会经验的积累 可能变得隐藏得更深 对吧 所以我觉得确实是非常可怕 一定要特别加小情 不管男女都要加小情 对情感的 这种利用 对吧 有的人把情感做成一种 转换阶层的途径 其实挺不好的 情感本来应该是很简单 但是呢 往往成了一些人的工具 对吧 我觉得这种很可怕 有可能你发财了 你有权势了 可能被人利用了 被人搞死了 对吧 所以有的时候 作为父母也是 不要给子女留太多财产 有可能你留给子女 这些财产 最后把子女给弄死了 就因为这个财产比较多 你留给子女了 子女傻不愣眼的 她自己守不住 守不住这个摊 她守不住 所以没用啊 所以必须要研究 怎么样一个人 离开这个人世啊 必须要研究 这是个必修课 我现在开始研究了 怎么样一个人平静的 走向人生的尽头啊 也不需要子女陪伴 我就一个人静静的 离开就好了 我有这个心理准备啊 我并不要求说 子女陪着我 不要求 所以人 什么年龄 就做什么事就好了 在年轻的时候 就搞对象生玩 年龄大了 你就好好养下一代 照顾老人就好了 这是我的观点啊 我的观点是经过修正的 因为之前我觉得 一个人没有办法 把日子过好 我觉得还应该 去找对象 但是现在我 我并不这样认为啊 我觉得现在 作为到这个年龄段的人呢 我觉得 可以不找对象了 你要研究 怎么样走向人生的尽头了 这个必须要提前做准备 我们以前 好多年前 我们单位一个叫大老刘 他很胖一个男的 退休之后 他找一个二老伴 他以前的原配夫人去世了 脑出血也去世了 从马桶站起来就去世了 脑出血 他晚上我还去医院 去那个 帮着处理这个后事 我们当时年轻人都往那赶 当时我们帮助主任打电话 陈 陈主任打电话 说去医院 大家帮着忙忙忙 或者怎么着 我们到医院到那 大家去了好多人 大半夜的 后来听说 他找了一个新的老婆 结果 他找这个二房的太太 带了一个儿子 他这个二房太太 带着儿子说 你那个钱全是我的 这样 后来他费了好大劲 才离婚 离婚之后 瘦的肚子没了 以前是个肚子很股 后来肚子平了 肚子消失了 后来他说 再也不找了 再也不找了 太恐怖 太恐怖了 那个人很淳朴 非常好的一个人 我刚上班的时候 吃饭慢嘛 在饭店 他说没事 不着急 我等你 别人都走了 我等你 我等你 非常好的一个人 也祝福他 我等你 不着急 他在几个人 伤害 吃饭 吃饭 吃饭